天保十四载 安禄山从范阳起兵 发动安史之乱 一直不相信安禄山会谋反的唐玄宗 会如何应对这场叛乱呢 进去收看系列节目 盛唐的背影之 安禄山起兵 天保十四年七月 唐玄宗再次邀请安禄山 共募新唐 安禄山也爽快地答应了玄宗的邀请 安禄山明白 京城里明摆着的就是红门宴 他怎么能去呢 但是既然已经爽快承诺 就不能轻易反悔 那么安禄山的心理 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呢 复旦大学韩生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你讲书系列节目 盛唐的背影之 第十集安禄山起兵 安禄山打印了玄宗的 华清池之约 他是为了先把局势稳住 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看到杨国宗就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 也就是说 安禄山的目的是达到 他能稳住了杨国宗 在泛阳从表面上看 也是一片的平静 看不到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动向 只是泛阳的士兵们 他感觉到自从八月以来 整个军队的伙食提高了 天天可以大快吃肉 大碗喝酒 那日子叫做快活 可是老兵他心里就低估 一般来说靠上军事 那就是要打仗了 所以老兵的心里就犯低估了 这种快乐的空气 随着冬天的来临 已经带着疏杀的气氛 大家能看到军队的训练大大加强 而且整个粮草的军需物资的调动 越来越频繁 这表面上看 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军事行动 但是这后面其实很深刻的变化 正在进行 也就是说从七月开始 这安禄山并没有闲着 他正在紧张地做准备 他做什么准备呢 他在改造军队 他要借玄宗这个机给他下弹 他对军队呢 进行了三个步骤的改造 第一个步骤 是任用藩将取代汉将 天保十四年五月 安禄山派遣他的副将 叫做何千年这个人 到朝廷去 向朝廷提出申请 要用三十二位藩将取代汉将 这就让我们想起了 就在这不久之前 安禄山曾经向朝廷提出 说他下面的军队 打气丹立了很大的战功 需要朝廷奖赏他们 要朝廷给他空白的委任状 让他回去将各个军事的名字 去犒赏他们 如果我们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 安禄山换将的规模是相当之大 就不仅仅是三十二个人 所以他在任用藩将来全面的掌控军队 他这个报告提出来 朝廷的宰相已经看到问题不对了 那我们不说杨国宗 那是他的死对头 我们看另一个宰相叫伟建树 伟建树就感觉到大事不好 他马上去找杨国宗 跟杨国宗说 这就是安禄山要反叛的证据 我们一起去劝谏玄宗吧 所以他们相约去见玄宗 没想到他们一见玄宗 玄宗先开口 所以你们是想说安禄山想谋反的事吗 不会 安禄山不会造反 所以玄宗还在相信安禄山不会造反 所以他就同意了安禄山的请求 马上让中央的有关部门 就给安禄山做了三十二封的委任状 那安禄山实现用藩将取代汉将 玄宗这个老母级真的是替安禄山生下了一颗金蛋 第二个步骤 那就是要建立湖族的特种部队 要构成一个军队的核心武装 在泛阳组建起一支新的军队 这支军队就称为夜落河 夜落河就是胡语 意识就是壮士 只是这些夜落河都分别从铜锣 七丹 施维 西这些人中间选拔 选出来的人各个都是身体强壮 武功特别高超的 人数达到八千人之多 构成了一个坚强而有力的打击兵团 安禄山组建了这一支核心武装 就可以全面的去控制部队 这一招后来我们看到 唐朝的藩政乃至到五代 十国的五代 这些将军拔腹专权都用这一招 他们都建立起一支凶悍的衙兵 作为自己的核心武装 去控制整个军队 第三招那是强化禁军 安禄山大大加强了对自己的保卫 从自己的家丁中间 选拔出一批 以一当时的标行大汉 组成了一支新的警卫部队 唐朝的人写了一本书 叫做安禄山事迹 这本书里面就明确地记载 安禄山呢 养铜锣即祥西 七单夜落和八千余人为甲子 即家同教公麻使者百余人 以推恩信 后期所给 皆感恩结成 一当百 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前面介绍的八千个夜落和 以及他身边这些警卫部队 都是由他的养子组成的 在扶人中有养子这个习惯 养子就是在正常的上下级 从俗关系之外 加上一个亲情的扭蛋 变成是一个父子关系 来提高他们的战斗力 把士兵和主帅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所以这样子 安禄山就在唐朝的体制之内 建立起了一支 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私人武装 安禄山这一支私人武装 有什么特点呢 最显著的特点 就是他的民族成分 安禄山对部队的改造 特别注重 吸收胡人进到部队里面来 唐朝讲的胡人 以及安禄山后来起来造反的部队 我们可以对他的成分 做一个分析 可以分成两类人 一类唐朝的正式里面 把它称为胡 胡这一类就是来自突厥的 唐太宗打败的突厥以后 这些降伏的突厥 被内迁到唐朝的长城周围 乃至到唐朝的内地 连同来自西域的俗特人 像安禄山的父亲这个俗特人 这些分散在华北各地的这些胡人 构成了安禄山武庄里面 胡的这一派 第二系是由东北的城旁为主 包含东北的西 七丹 墨河 诗围 高丽 这些部族 共同构成他部队的第二类胡的成分 这里面我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城旁呢 也就是说 这些边疆民族被打败以后 唐朝把他们牵进来 不是安置在城市里面 而是安置在郊区 把他们安置在郊区 所以称他为城旁 城市的旁边 所以这样子呢 在唐朝许多重要城市的边上 有一些降伏的胡人 由他们构成安禄山部队的一个主力 总而言之 安禄山呢 正在大规模的用胡人取代汉人 他要改变唐朝军队 把汉人和胡人混编这么一种做法 把它变成一个以胡人为核心 胡人指挥的一支民族部队 他要反叛 既要有一个政治上的理由 还要用民族斗争来强化他反叛的力量 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建立起一支民族成分的部队 安禄山已经为自己起兵准备好了一切 这个在在外苦寒之地长大的放羊娃 已经耗准了大唐的脉搏 大唐自从开元中期辅兵至解体之后 军事上就形成了外众内侵的局面 精兵强将都集中到边疆节度时手下 整个中原地区无兵可用 只有中央有十万左右的禁军 这一点让安禄山志在必得 随着对部队的改造 这个十月之月就越来越近了 安禄山也开始进入了战备状态 我们看到安禄山在泛阳 他找了一个大宅子 一个很大的房间 这个房间的四壁 挖满了唐朝各地的军用地图 作战地图 然后他整天就住在这房子里面 日夜在看军事地图 在揣摩每一条道路 每一个山头 每一个险要的地方 山穿险要如何用兵 我们知道安禄山是很喜欢睡觉的 是一个挺懒散 可是这个时候他突然变得精神抖手 亢奋不眠 日夜在那一边揣摩着每一条道路 到他快要启程入京的前三天 他把他的高级将领招到了这个房子里面来 这将领进来以后 他给每个人送上一份厚礼 这个厚礼之厚 风赏之多 让这些高级将领 每个人都炸舌 没想到有如此丰厚的奖赏 先给唐国 唐国给了以后 安禄山板起面孔哀 让他们看地图 看了以后就告诉他 什么人带什么军队 走什么路 怎么作战 从这里一直到洛阳 下达军令 有围着 斩直至洛阳 谁都不能有不同的意见 有不同的意见 立马拉出去斩了 从范阳到洛阳的整个作战部署 他已经做好 所以没有一个将军 有不同的意见 这时候从里面 安禄山的兵族出来了 捧着十几套地图 一人一套 他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就按照这个地图打仗 后来的整个进展 安禄山的军队 就完全根据他的这个部署 势如破竹地到达洛阳 第二步 他是要向全体将士 发布作战的命令 这件事的风险就大多了 就不是控制十几个人的问题 要向全军发布 这里面有唐朝的人 这个风险很大 所以安禄山呢 要想个办法 其实这个办法 他早就想好了 有一天 突然间有快马 从京城跑进了洛阳 骑在马上的 就是安禄山进京 宙士的官员 这宙士官员回来了 从京城回来 果然第二天 安禄山大规模的召集军官 开会 向他们传达 传达什么呢 有秘旨 令禄山将兵陆朝 讨阳国中 诸军移籍从军 也就是说 他假传了玄宗的一个圣旨 要安禄山起兵讨伐杨国中 所以众将当时应该是被禁住了 但是在安禄山的逼世下面 没有人敢怀疑 也没有人能怀疑 所以安禄山呢 用一个假圣旨 把全体的将士 都给护弄住了 所以紧接着 他就做出了第三步 第三步 11月9号 安禄山把部队 集中到范阳来 旗子鲜明 声势浩大 总共有将士15万人 号称20万 安禄山这个时候 传令山军 非常严厉的一个命令 有意义 煽动军人者 斩棘山竹 也就是说 有任何不同意见的人 有任何煽动军人 不服从命令的人 诸山竹灭门 所以他一方面 要鼓舞士气 另一个方面 也要威和将士 裹挟他们 跟他一起造反 但是当时候呢 那是群情激愤了 你看20万人的 士师大会 在那个场合下面 会有谁会怀疑 会想到不听话呢 盛大的士师大会之后 安禄山呢 坐上了为他特制的铁链 也就是铁车 坐上去 在不齐精锐的簇用下面 雷起了战股 十五万将士的战股 那是震天动地 声势浩大 全今暗部开拔 卷起的烟尘 遮天蔽日 年延千里 唐朝已经和平了几十年 从来没有人见过这样的政事 光是这个政事 就足以震惑你 吓死你 所以 泛阳的百姓 看了都震惊了 说唐朝百年以来 从来没见到泛阳的军队 如此滚滚南下 安禄山从泛阳起丁 所到之处 势如破竹 唐军大败 始终不相信安禄山会谋反的唐玄宗 将如何面对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安禄山和玄宗的华青池之约到了 安禄山果然 浊然一惊失 当时玄宗完全没有听懂 安禄山所说的 浊然二次 安禄山这一回 要风风光光的进入京城 圣堂的劫难 由此开始 安禄山是做了精心的布置 他连出两拳 拳拳自命 第一拳 是一个右勾拳 他要偷袭太原 试探河东 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地区 大家可能要问 安禄山不就是河东阶渡使吗 山西就归他管 他为什么要偷袭呢 其实呢 安禄山身兼三大阶渡使 他平时是坐镇泛阳指挥对东北的作战 所以呢 河东这个阶渡使是由一个京城派来的副使管理日常的事物 如果安禄山来了 当然要听安禄山的 可是现在安禄山是要造反 这就由不得你了 所以安禄山要坐实河东阶渡使这个职位 他只能靠偷袭去把这个权给抢回来 河东的战略地位非常的重要 我们就从唐朝的立场上来看 唐朝当初选长安作为首都 其实就有点失策了 有很大的隐忧 因为呢 西汉以后 中国的整个经济重心已经从关中移到了河北这个地方 华北大地 所以这个京城呢 放在长安 对华北中心区域 就有点控制不住 边长莫及 因此 作为朝廷必须牢牢地控制河东 必须牢牢地控制洛阳 控制这两个地方 才能把华北大地和关中的连为一片 所以河东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 而山西这个地方呢 它又很有特点 它西面是吕梁山 这吕梁山和关中隔着黄河相望 它的东面是太行山 在太行山上 它可以居高俯视 华北的肥沃大地 它又是把中国的北方 一分为二 分为东西两个部分 是这么一个战略要地 所以如果控制了河东 对安禄山来说 一是打通了 通往关中的路 第二 如果它打不赢 它也遏制住了唐朝往东方的发展 就把唐朝困在西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安禄山对这一点 了然与凶 在他世事大会之前 他其实已经悄悄地 派出了他的副将 河千年 带了一批人马直奔河东去了 他的旗号又是故技重演 东北大捷献服 要把俘虏通过河东献到朝廷去 所以这支队伍 武器都收藏在军车里面 非常快的速度奔往河东 河东的副留守 是一个叫做杨光慧的人 杨光慧这个人 是杨国忠的使党 这种靠拉帮接派爬上去的人 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 善于做人事关系 善于八街上方 自己提升得很快 但是并不善于治国 不善于行政 所以这一种草包 他就完全没有看到 这件事情不真实 他自己亲自出城来迎接 迎接安禄山派来的献服的队伍 当场就被何千年给抓起来 抓了以后送往安禄山那个地方去 当阳光慧被抓了送到安禄山那个地方 安禄山就用他来祭旗 向全军宣布 我们起兵才第二天 就抓到了太原的副留守 所以我们胜定了 我们赢定了 把他砍了 把整个士气给鼓舞起来 太原的主帅被抓了 所以太原的军队赶快飞马 报告朝廷 告诉朝廷 不好了 安禄山造反了 安禄山的军队已经出现在河东地区 希望朝廷赶快做准备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派出的这个告急的人 以及山西地区防守的唐军 他们非常迫切的希望能够摇醒在憨税中的朝廷 其实安禄山这一纪权是虚晃一枪 河东易守难攻 安禄山先把军队派到这个地方 他是希望把唐朝的整个注意力 转移到河东来 希望唐朝把军队不防到河东 既然这么重要的地方 你不得不防 如果能实现这一点 安禄山就成功 所以安禄山紧接着打出了第二拳 这一拳就是直拳 黑斧桃心直冲着唐朝的精诚而去 这一拳就由安禄山亲自率领 他的整个主力部队跟着他走 安禄山非常清楚 唐朝这样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朝廷 所有的资源所有的号令都集中到朝廷 朝廷就像人的大脑 所有的信息在这里汇总 只要朝廷不能动 下面都不能动 手脚都不能动 所以这就像控制人的大脑一样 要把整个中书信书的拿下来 拿下来政变就成功了 所以这一路的兵马进展的相当的顺利 唐朝成平日久 全国上下根本就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 安禄山出兵的时候 泛阳的老百姓只是觉得奇怪而已 而整个河北大地 所有的郡县 看到安禄山的兵马来了 几乎是束手无策 差不多我们可以把它称为 旺风披靡 叛军所过的周郡 要么就是开门迎接叛军 要不然当官的就是仓皇出逃 至于说投降安禄山的 更是数不胜数 十九日 也就是安禄山起兵的第十天 安禄山的军队已经推进到了柏林 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黎县 接着又马上占领了郝城 常山郡的太守 也就是今天的石家庄 太守袁岗清 看到安禄山的军队势力太大 他已经感觉到抵抗 完全是以卵及时 毫无作用 所以他和他的副手 两个人开门投降 迎接安禄山的军队路程 从范阳也就是从今天的北京南下 石家庄是南下的第一道门户 这道门户这么顺利的拿下 那安禄山是大喜 太顺利 所以安禄山重赏袁岗清 赐他金子很高的级别 而且让他依旧当原来的官 其实在唐朝的这一片降降里面 袁岗清是与众不同的 他是看到抵抗是徒劳无益的 所以他是假投降 他为的是要争取时机 要保存自己 他要争取一个好的机会 能够重新起来评判 这个事情我们且暗下不说 安禄山从河北一路南下 唐朝的文武百官 都被安禄山的部队打懵了 但是像袁岗清这样 忠诚于唐朝的将士 还是有的 他们纷纷投降到安禄山的旗下 难道安禄山就会真的信任他们吗 安禄山难道就这么傻吗 其实不然 我们还以袁岗清为例子 向袁岗清投降 安禄山就要他把子弟作为人质 押在安禄山了 安禄山是不得不用他们 归根结底还是一条 安禄山没有人 你要靠着这些烧杀强掠的胡人 这种只懂得军事征服的军人 要去夺天象 那是做不到的 所以不由你相信不相信 这些降降他也只好用了 只是安禄山顾不上这么多 他急着是要赶快直到京城去 尽可能的扩充战果 到12月2号 安禄山的部队推进到了林昌郡 也就是今天河南华县 来到了黄河边上 一看 唐朝根本就来不及步伐 现在眼前能够阻挡 安禄山的只有滔滔的黄河之水 这一条路 安禄山多次上朝 反复走过 对这一条路 安禄山太熟了 在这里过黄河 安禄山也太熟了 现在已经是12月了 黄河就要冰冻了 现在最关键的 是他什么时候冰冻 这是谁都无法把握的 所以大家要抢就抢这几天 谁能抢在黄河冰冻之前 安禄山到了黄河 他就命令全军的将士 在岸边去搜索 把所有的破船都找了出来 把木板 树枝 杂草 这些东西都找出来 堆积庐山 到晚上 把他们全部弄到黄河里面 就为了减返黄河水的流速 尽可能的去阻挡住黄河水 这些东西一弄到黄河里面 黄河水一慢了 晚上一到 气温骤然下降 马上就结冰了 所以当第二天早晨来临的时候 滔滔的黄河水变成了一片冰露 所以我说呢 这一次老天是帮了安禄山的忙 昨天还在滔滔奔涌的黄河 今天就是一条通道出来 安禄山的部队看到了 欢呼着冲了过来 安禄山的部队全军扑向了凌昌郡 而这一条黄河 对长朝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凌昌郡的守军看着黄河 他们还得意着 他们觉得还有时间 他们还能赶足攻势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清晨到来的时候 他们迎来是滚滚冲上来的 安禄山的部队 吓都吓死 所以凌昌郡兴迅速的被攻陷 安禄山成功的渡过了黄河 守军不祥则死 渡过了黄河 安禄山的心放下了一半 从凌昌郡出发 到东都洛阳 就剩下五百里地 再到长安 也就是一千多里 他的整个计划 已经成功了一半 而他的全军渡过黄河以后 士气就更加高涨 他们巴不得赶快打进洛阳 这士兵想打进洛阳去 去烧杀强掠 去夺取战利品 这是他们战争的目的 而这个时候 玄宗在哪里 朝廷又在干什么呢 酒给老谭 富与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为什么安禄山大军 仅仅二十多天 就攻陷洛阳直抵产安 为什么唐玄宗 要处死苦苦奋战的 高先知和风长青呢 今天观众系列节目 盛他的背影之 玄宗的三道坊 向安禄山发出 供墓新汤的邀请之后 天真的唐玄宗 一直等着安禄山 却始终不见他的影子 但玄宗还一厢情愿地相信 安禄山会来 事实上 唐玄宗一直不相信 安禄山会谋反 那么当安禄山起兵的情报 传到唐玄宗那里时 他将是什么反应呢 实际上 当安禄山偷袭太原的时候 太原城 向唐朝发出了紧急的情报 报告安禄山造反 接到第一批的军报 玄宗竟然无动于衷 他已经听惯了朝廷大臣之间 互相内讧攻击 所以他认为 这肯定又是安禄山的对立面 谎报军情 他们又在说安禄山的坏话 所以他干脆就把这军情给压下来 这样子就让一个第一个最宝贵的时间 白白浪费掉 从十月以来 玄宗早早就已经带着杨贵妃 到了华清池去 和安禄山要旅行 共墓新汤之约 他在华清池等着安禄山前来 他苦苦在那里等 等到十一月也没见到安禄山的影子 他竟然还在那里等着呢 一直等到十一月十五号 也就是安禄山起兵的第七天 告急的文书纷纷传来 玄宗这时候才意识到 安禄山可能是真的造反 这一天 他召集了宰相们来开会 大臣们各个是面面相觑 从他们当官以来 从来就没有见到这么大的变故 他们想不出有什么主意 在这些面面相觑 毫无办法的大臣里面 唯有杨国中一个人 那是面有得色 他很开心 安禄山法呢呀 不就证明我平时说的是对的吗 我早就说安禄山要造反 所以他得意呀 他不是觉得威胁 他觉得得意是我对了 所以呢他对着玄宗侃侃而谈 他这是不要太在意 造反的只有安禄山一个人 全军将士不会跟他走的 我保证一个星期之内 就有人砍下安禄山的手机送过来 他讲得如此的轻松 当然了 玄宗当然知道 你这个文官论物 十有八九是纸上谈兵 所以他也不能太把 这个杨国中的话当真 要命的是 第二天 从安息来的安息街都市 风长青 这是当时的赫赫有名的将军 很能打仗的将军 玄宗问他 安禄山造反的事情 风长青怎么跟玄宗说呢 他说 今太平几久 故人望风担贼 然事有顺利 事有奇变 曾请走马亦东京 开府库 谋骁勇勇 挑马锤渡河 继日取 逆弧之手 献却下 什么意思呢 说现在太平日子 所以大家看到叛军 望风披靡 其实呢 这个是以下犯上 所以事情有顺利 他这个以下犯上 犯上作乱 是不会成功的 是不会成功的 是得不到民众支持的 你让我去东京 我把洛阳的府库打开 征兵 我继日 我仅仅几天 我就能把安禄山的手机 攒下来献给您 这可是一个 小勇善战的将军 向玄宗夸下的海口 不由得玄宗不信 其实这也是玄宗最想听的话 玄宗作为皇帝 当然巴不得赶快平定这个叛乱 文官说没问题 武官也说没问题 他当然放心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时候在朝廷里面 宿圣论就占了绝对的上风 既然是能够宿圣 所以呢 床上百官都不太把这个事当事 玄宗只做了一个很简单的部署 他派一个叫毕师称的人 到东都洛阳去 派一个叫成千里的人 到河东去 让他们去招募新兵 随便阶层队伍 抵抗就行了 所以也不是说有一个组织计划 怎么部署阶层新军 是随便接团 就去抵抗就行了 封长青来了以后 再把封长青派到东都去 让他按他说的开府库 招募新兵 封长青就去了 到了东都 他十天之内就招募了六万新军 他就准备带着这个临时拼凑的六万新兵 准备砍下安禄山的首级 而玄宗呢 还依然泡在华清池的温泉里面 他要等着封长青 把安禄山的首级献上 我们看看玄宗等来的是什么 我们下一集接着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